陛下 卓英镇到 建晓 臣在 太子宁川 楚王宁玉 先后授命监管清明 朕之两位哀子 小心有加 争心日盛 随意朕加钱 设下一赌物 愿与卓英镇 甄选无双国史 爱情以为如何呀 陛下英明 二位殿下 更是对清明门下寄予厚望 因此臣以为 涉赌一说不过薄陛下一跃 实则二位殿下心系天圣朝纲之举 因此 臣心子燕 带清明门下 叩谢天恩 爱情先不忘嫌 清明事件之初 朕便赐下这卓英卷 以其为我天生 甄选能才 然 是至今日 竟仍未曾有三体权重之才子 是为朕之汉事啊 父皇乃天纵英才 区区清明学子 怎可以日月争会 看来太子哥哥 甚能揣摩父皇的心意啊 故自幼 为父皇指守亲授 自然当随时体恤父皇之心意 但可能今日之事 太子殿下猜错 父皇一向兴系天下 他当然很希望有学子 能破了他出的题 而无双国事 若选出来 对我天圣朝堂也是 如虎天意之妙事啊 父皇 太子哥哥 主缘 老奴在 还不许宣旨 老奴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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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天之命 树叶之据 资亲策多 适与庭而已 正对发明 十己之意深切 朕心灼灌 群英千言 惟允寿耳等 拙英之卷 凡有破此卷者 拙 赐封为我天圣无双国士 赐御前行走 福到奉行 学生自郎竭尽全力 无负圣恩 陛下万岁 都去准备吧 是 站住 不得站住 婚姻学子十年寒窗 等的就是这 李月龙门 登上承明殿的机会 常某拭目以待 耳洞当中 是否有人能当得起 常某起一身相迎 遵一声无双国施啊 去去去 我 我 一会儿再去 怎么 清明书院 就没有人能应战吗 淳于公主 你也胆怯了吗 令尊号称天圣第一武将 难不成会生出一个 临阵退缩的儿郎 那可真是令常某恶患叹息了 淳于猛不才 愿为铜窗打个头阵 好 走 混账东西 来 成功出罪 请你几位三爷 我能无法进入江文堂 知道了 看来今天 还真得出个无双国事了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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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怎么样 说呀 你管哪你 你行你上啊 去就去 谁办谁啊 钱某不才 也替各位去试试 那卓英眷的身钱 遥相 遥相辅佐陛下二十余载 文贯地精 想必是虎父无犬子 怎么 不让杨宇 眼前去试一试啊 小侄 早想下场一试 钱也出来了 钱也出来了 好 好 这陛下 用卓英眷 来清明甄选 无双国事 也不是第一次了 怎么这次 长公显得特别希望有人 能够达出这卓英眷来啊 陛下能得英才 那是朝廷之姓氏 怎么今日姚相推三堵四的 难不成是怕 这承民殿上 多了一个无双国事 分了姚相的权 姚某的心思 怎么能够 不 与长公相较啊 第一题 策论 金木水火土 谷为修 雪子摇扬雨昼 开二卷 好 又有什么样的 这些该才不得法 想要得法 马上啊 你可不得法 到底吗 选择 小艾 是不得法 你可不得法 怎么查 你可不得法 你可不得法 学生杨阳宇愧对圣恩 连遥相之子 于清明苦学十年 却才搭出议题 罢了 回宫吧 新元首你可知罪 新元首 你执掌清明以来 所受学子不下千人 却始终无人能达出这卓英眷 这清明可还担得起 天子门生的称号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今天必须有人达出这卓英眷 臣毕临殿下如你所愿 臣知罪 启禀陛下 微臣愿意举荐一人 才思敏捷 当可一事 只是 只是此人容貌丑陋 不堪面胜啊 父皇用卓英眷 甄选无双国事 本就是不拘一阁 怎可应相貌丑陋 而错失英才 父皇 儿臣恳请召见此人 父皇 儿臣执掌清明不足粤语 假以时日 必定有学子能达出卓英眷 儿臣也相信 无双国事必定出自 儿臣所执掌的清明书院 不过父皇 这相貌丑陋之人 儿臣的意思就 父皇就别见了吧 纵使他才高八斗 但如果面目乖张 经了圣家 岂不是不美 太子殿下 如果经了圣家 你担得起吗 若能为父皇选出无双国事 这个罪孤单了 太子殿下 楚王殿下 微臣倒是有一个主意 既可令陛下得见此人 又可免去冲撞陛下之罪 陛下可否能恩准令此人 也面前来见家 你 心愿手果然机敏 儿臣恳请父皇召见此人 万一是个庸才 太子殿下 你可不要后悔呀 是不是庸才 也要父皇见了再说 父皇 儿臣恳请召见此人 对 谢父皇 谢陛下 马上 太子殿下 你在哪儿 我何哥 这心疹 这心疹 我都不敢 纸疹 你不敢 你不敢 我看到 你不敢 你不敢 你b握 你不敢 你不敢 我看 看见了 清明书院真是人才济济啊 长毛我也真想一睹这才子的真面目啊 竟然有人答对第二题吧 看不出来 阿姨 您就不好奇里面这个人是谁吗 要不带我们进去看看 我真是觉得有点奇怪 快快快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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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英卷第三题 策论 照言其诸 朕令有疑问 草明愿闻其详 渡 朕观古之王者 受命军人 廟兆预呀 成天顺地 尽 有前朝大成莫敌 祸结陋怀 兵宿中原 生人困结好奇大半 但若你为臣子 必已失 举何方而可以扶其胜 用何道而可以祭其箭 既往之时何者一成 将来之余何者当监 曹明以为 陛下此问 乃官史之经 私敬退之意 实乃社稷之福 万民之福 经陛下入清明 发得应招贤士 寻可行之谋 垂不倦之听 正是对财食兼茂名 与体用之策 曹明以为 有国不患无贤 患不能用贤 不患无之言 患不能容之言 敬服朝廷之大 百官之重 非无贤孽 来来来来 让一让 让一让 怎么回这儿 副指挥使 如今有人达出卓英卷 陛下欣喜 各位同仁以及深深学子 都为我天生感到高兴 都想一睹这才子的真容 你这这这 这有点不尽人情了吧 放 快快快 看怎么 看见了 快看 快看 到底谁呀 知道了 看清楚 看见了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不知道是谁 看不见了 是 都知道了 还不让我看看 这根本看不出来 你当不住了 你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 我不认识 陛下不能用臣言不当问也 微臣不能言其事不当来也 既来矣 陛下问状依执其词 既问矣 微臣敬忠 以采其策 忠未见境 执必有令 令购而执不悔 不幸而终不追者 内不宜其身 外不宜于人 忧君而不顾其己 忌悟而不求其力者 如此其切于天下 扶天下者 天子之天下也 天子安 臣得保其身 不安 臣不保其死 是以怀其孝 以天下为忧 不怀其身 以天下为念 说得好 说得好 所谓温柔其人 朕相信 有如此胸襟之学者 定不会容貌乖张 朕今日就要看看 我天生无双国事的真容 我天生无双国事的真正 我天生无双国事的真正 无双国事的真正 你不顾其中 我天生无双国事的真正 我天生无双国事的真正 太子殿下 你可不要后悔呀 宝贝 清明学子未知 参见陛下 凭 凭 凭什么 明明 面目 清俊 为何要欺瞒于真啊 回禀陛下 只因学生无意间 发现了一个秘密 若不遮掩面圣 怕是没命见到陛下了 陛下 为之冒死见价 只为有人欺君网上 故而曹明愿你一死 揭发血浮屠 抓死个 抓死个 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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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让开 让开 放我这儿 住手 护驾 朕义 现在倒下还来不及 已经来不及了 住手 住手 我 答应过我你不杀他的 不论你的计划是什么 都别再让更多无辜的人 丢了性命 好吗 好 我答应你 你答应过我的 无双国师 新某有理了 是吗 为之出自清明 新愿首以日为师 终身为师 新愿首的大令 我可担不起 讲得好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如今 你是敌是友啊 既不是敌 亦不是友 同朝为官都是陛下的臣子 都是陛下的臣子 说得对 那 你不想再帮助楚王殿下 我为之如此愚钝 连他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帮了他 会不会又害死了谁 是 看来你这无双国师 确实愚钝哪 你可知为何楚王殿下 一定要老马赴死 为何 好啊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呢 为师就再赐教你一句 记住 眼睛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 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要好好问问自己的心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找老妈父一命 是 为什么 所有害了朱云姑娘的人 都要死 那你当初为何要答应我 本王答应过你吗 本王答应过 但是 本王经常有一些答应的事情 我做不到 难道你不知道 都是未知的错 都是未知语的 不过未知现在 明白 也终于明白殿下了 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注意一点 太子宁川 枉顾天子圣谕 不念手足之情 如此不目忠义 竹令 禁足东宫 血浮图一案 一日未查明真相 一日不得出东宫半步 钦此 儿臣领旨谢恩 小的也是封面行事 望殿下莫怪 你应该就问他 July 1,24 谢父皇恩典 殿下请起 我现在不得了 堂堂的新任国士 倒做起为本王 端茶送饭的事来了 本王不敢当啊 一切都是陛下的旨意 怕别人对楚王照顾不全 那又替本王谢谢父皇了 竹大 我先替你试试菜 小心 毒死你 谁这么大胆子 胆敢毒害楚皇殿下 这不是没可能啊 没人敢也未必没人做呀 殿下这也太小心了 陛下亲自的饮食 怎么还会有人下毒呢 小心 王王就是要小心啊 要不是因为小心 王王早就死过百回千回了 凌晨 赏你了 谢主的 这是陛下赏赐的御膳 殿下就这么赏给别人了 还是应该慎重对待才好 就是因为慎重 所以赏给凌晨啊 在父王心里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 乖乖听话的皇子 这一旦听话 父王会多想的 姐你来了 陪我下班去 走 下班还有其他事要做 不如 还有比监护本王更重要的菜市啊 碰到imal的菜市啊 你呢 我根本就想得来 就是这个变成你的菜市 factor 还有你能给你 有水分了 最后我用了 今日此局 殿下步步退让 朝朝留有余地 反倒渐渐举步维艰 便纵有黑子在侧 最终也还是让我投袭成功了 这与殿下平日风格大义 却不知为何 本王无兵无将 无权无势 四面楚歌 如何反抗呢 殿下是在以其余人 齐局困如诸瓦 殿下一身不由己 本因腾云 却躲深渊 巨王临头 不见晴天哪 臣懂了 你还玩乐 陈 告退 那我不送了 竹子 您为什么要跟他下棋啊 本王就是要在父皇心下 种下猜疑 才好行接下来的局 此时局势不明 父皇不便招本王入宫下棋 本王震愁 用什么方式暗示一下父皇 正好他来了 可万一他不告诉陛下 或者陛下根本没心思跟他对弈 那主子这棋可就白下咯 父皇心乱时最爱手谈 凤之威呢 是一个心死花溜如棋子一般的人 他不结仇 不党真 也不入局 但事关他人性命 他不会置之不理 哪怕这个人 是他假想的敌人 他棋录当真如此 他棋录当真如此 陈又年随母亲学习棋艺 虽不精通 但却能对棋局过目不忘 此局每一步 都出自楚王殿下之手 臣丝毫不敢记错 赵云 老头在 从即日起 金与卫在楚王府撤下守卫 暗中保护楚王即可 遵命 向不通朕为何撤下金与卫 想不通朕为何撤下金与卫 陛下自由主张 陈波就是好奇 若有人真的要害楚王殿下 那不应该加房才是吗 朕想知道 谁会害楚王 这儿也要补给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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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的层次颜色都很好 这儿 为之见过殿下 你来 你来 看看这个文样你喜不喜欢 来 陈尚在五相之年 哪懂这些个生命玩意儿 看来本王就是个不务正业的表帅 看来本王就是个不务正业的表帅 难为无双国事屈踪过斧 为本王送些吃屎吧 老奴怎么也不敢想 打小在田里看腻的西岩花 被殿下这么一画 竟成了稀罕之物 这个文样 既好之又新鲜 你明日可以让房里的支付们 开始上手做 老奴替他们谢过殿下 好 这下大家就有了虎口的手艺了 在这里 要补给这颜色才有反差 是 殿下 旧是王谢堂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但愿知乎们的女儿 有一日可将至属己逢做嫁业 会有这么一天的 主子 主子 这餐食再搁下去 大约只能去喂马了 我说 魏学士 您不是来送饭的吗 不务正业呢 看来本王府真是招了什么魔杖 谁到我这儿来 都成了不务正业的主 罢了 吃饭 吃饭 对了 把这御膳分析给霍叔 酒也给他 是 老奴这是烧了哪柱高香 这辈子还能尝到皇家御酒和御膳 谢过殿下 这酒可不是轻易喝的 你还看过 那房间戏台子上面唱的 这可是动不动就下毒啊 也当知道 这房里的烧酒 都是老奴的命根子 慢不说 这可是皇家御酒啊 要是能抿上一口 老奴便是明日见了阎王爷 那也是笑着走的 酒你可以喝 胡你要还给魏学士 不然 魏学士丢失了皇家酒聚 被罚了俸禄 岂不成了朝廷的笑柄 是 到底还是殿下体虚微臣 那代臣领了俸禄 必去房里挑些赎紧 为我阿娘封治新衣 真的吗 你来 你娘真的会喜欢 这样的纹鸭吗 如果喜欢 本王就一针一线做了 送一套华服给她 你弟我也送一副 好吗 此刻的殿下 真是虽居喧勉之中 却有山灵之气 你是在拍我马屁 还有钱 慕萨 您好吗 我们快就可以 倒在你 您好吗 怎么样 所以我 你肯定没 你是怎么做事的啊 这么小事都做不好 你知道吗 这是 这是陛下赐给楚王的御膳 长吉 还不快请给史恕罪 请他念你第一次当差 宽幼泽告 给史恕罪 都是小的笨手笨脚 连大人有大量 罢了 咱家再去换一盒新酒 未学士稍等片刻 万不敢劳分给史 小的知道酒在哪儿 这就去换一盒新的 这是他第一次进宫 难免有些紧张 还望给史多多体谅才好 好说好说 这都是人之常情 想当年咱家进宫的时候 也是这种常情 倒还算凌厉 谢过给史 请 给我 还不像 什么 Claro 我跟你 Pay 什么 什么 回见 怎么回见 说 大鱼 亲公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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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恕微臣莽撞 如今殿下乃奉旨于服冲自行 无朝不得礼服 还望殿下三思 我说是本王的至情 无故冤死 难道本王应该忍了这口恶气 坐在府里 置之不理吗 臣并无此意 竟然之事未臣也是难逃罪责 还望殿下准我查明此事 否则未知此心难安 霓裳 魏雪氏 有人假借你之手 毒害本王 你身边的人一个个脱不了干系 全部应该绑起来 大行伺候 一定能问出原委 家 我与那伙叔虽然素美平生 但却都是身不由己卷入皇家争斗 相比火叔在天幽灵 也必不忍累积无辜 倘若此人真有恶心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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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宣主子 我查过了 此酒确实由玉山房直接送往王府 除了玉山房的人 也就是魏雪氏身边的人放个厨房 有何意诚 魏雪氏的思想当中 有个叫长崎的圣伟面首 我似乎在少年公主的身边 见过此人 魏雪氏身边的人 你明明知道是何人所为 江怀揣侥倾之心 你想保那个不该保的人是吗 天下明鉴 微臣确实不忍挫伤无辜 在给霍书增贴不该有的夜报 倘若我真查明幕后真凶 我以家母之名骑士 必将其生之以法 侯 一日之内 如果你不能兑现对邦王的惩恶 小怪邦王无情 为之谢国殿下 我能力 周围 復刻 除恶 五 金 seinem 已经 来 康 李奇 正在朝中集要让我 元香 你好大的光位啊 微晨是礼了 庭审十年太子宁川炮制武馆 购陷三皇子宁桥 都说了这是超重机要 万一被人发现你我都是重罪 本王忘了 你现在可是父皇面前的红人 万王失礼 殿下要封德 封求宇的 与心愿即将实行 还有什么什么满意的 霍叔直死呢 那长海所谓 我也拒之等了陛下 你虽然已经查出的是 何人指使下毒 但自然没有受到处罚 你还包庇了不应该包庇的 那千万王一个承诺 殿下你这是在威胁为止吗 我都已经说了 殿下的心愿即将实现 届时该处罚的人自然逃不掉 不该被处罚的人 那也应该平安地活着 这不是最好的结局吗 少宁公主她根本不知此事 你又何苦定要将她清廉进来 你以为 本王只是为了一个少宁吗 长海敢借公主之首毒杀当朝 秦王拼的是什么 未知啊未知 本王提醒过你 明海长家 才是我天身最大的毒瘤 本王这是为你担心 你也许有一日会死于常室的案件之下 你也许有一日会死于常室的案件之下 但我们可能会担心 你连变了 男人的名字 你也许有一日会死于常室的案件 所以我担心 我担心 你为你担心 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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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哥哥 别来无恙 你个卑鄙小人 那也是拜太子殿下所赐 宁毅 成王拜寇 姑也是父皇的嫡长子 还轮不到你这个庶子来戏弄 有本事你上来与姑担挑 好一个嫡长子 你当真不想知道父皇的质疑吗 你当真以为自己 还是当初那个威风赫赫 是人命如草芥的太子殿下吗 准备 来 本王今日若要杀你 也不过是举手之劳 宁毅 父皇不够善男平乱的 哥哥 只要你肯投降 只要我们能见到父皇 一切都有毁坏的余地啊 哥哥 少宁 亏你生在帝王家 你问问宁毅 就算姑现在束手就签 她肯不肯饶过我的 我肯啊 你跪下 跪下向那些无辜冤死的 亡灵忏悔 问问他们肯不肯饶过你的性命 你痴心妄想 故乃天家贵兽 那些蝼蚁 怎配得上我宁川跪拜 不便是死 也要坐在成民殿上 宁川 谁能载昼亦能覆昼 这么浅显的道理 你都不懂 如何能配得上储君的德行 罢了 天作孽有可输 自作孽不可活 宁毅 我杀了 哥哥 公军手 楚王 您已戒旨 楚王 您已戒旨 楚王 您已戒旨 察官 您已戒旨 如果您要赴旨 减旨银 请您 方面 真正 宁毅 他已经败了 你又何必定要赶紧杀局 不如在大局面上 陛下自会给你一个公道 公道 当年他们俩 罪不我三哥的时候 为什么父皇想不出 请一个向你这样人做监军 救下我三哥一命 放心 等我杀了他 则会束手就擒 父皇要知本王什么罪 本王都不在乎 届时则会给你一个公道 好 竹音怎么死了 宁川手上污了多少无辜者的鲜血 你要保护他 你是想让那些无辜者死不瞑目吗 你要保护他吗 你今日若真杀了宁川 就不担心陛下对你心怀异漫吗 我还在乎过吗 本王从来没有在乎过 好 我了解你对废太子的恨 更了解你失去三王兄的痛苦 可今日你若如此杀了宁川 这与当初他们杀了三皇子又有何区别 宁夷我不是为了救他 我是为了救你啊 老马夫死的那个时候 你不是说已经看透我是谁了吗 本王告诉你 本王是身在深渊里的人 你呢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你救我 想我 如果你当敢阻止我 如果你当敢阻止我 我会连你一起杀的我 我不是殿下是女人 可我是陛下搬来的前军 不能让你滥杀无辜 除恶无尽 本王跟你说了无数次了 你当成二旁风 你知道少女是什么心 怎么本王知道 如果今日我放了他 来日他一定行风作浪 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他手上 日之时谁又能预判呢 只是此刻我不敢眼睁睁看他复死 你进去 让他离开承命殿 离开宁川 也许本王会放了他 让王殿下心受承诺 是 启离陛下 有军报道 检要紧的念语阵听 是 陛下 吴卫军在楚王的率领下 已夺回皇城 叛臣长海 及所属的部下已尽输被俘 废太子宁川 携少年公主逃亡内功 楚王殿下正率部下追击 启离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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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轻军妄动 姑叫杀了他 你们把勾结都给我放下 听公主吩咐 为领车 你抗制乱冲 你难道还看不出来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吗 宁翼 你再这样下去我一直会死的 你认为我会在于他的死活吗 我站住宁翼 再往前走 姑就杀了他 凌川 凌川 少年 你们劫持监军 绝不伏法 杀无赦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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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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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九月兽医 无依无化 何以纵遂 钟音姐姐 你现在可看到 这天大地大了 若即你大吵多宝 可以安息了 下意识 不如咱们结拜金兰吧 初音姐姐 我若是真能有你这么恶姐姐 自然是好 可惜我为之无亲无辜 没这个福气 我们还做姐妹 可好 我尽力 本王好开心啊 看我出手你很开心吗 很开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世上 除了你 好像 没有什么让本王开心的 宁毅 个破财子 你可别忘了我腿上是拜谁所赐 总有一日我要你加倍偿还 看你到时候还笑得出来 那本王放心了 看来我们还是仇人 至少比陌生人好 今日是韩逸节 我陪他们喝一杯 来 坐 他们 请 三哥 那如今大仇得报 苏鸢已长 殿下你可高兴了 我 高兴啊 冯王好高兴啊 人生代代不穷义 江月年年之相似 我再怎么努力 做得再多 一世无故 三哥 竹鹰 霍树 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我从不再希望 你可以让我少你一命 本王是在救你 我被非太子绑为人质 殿下是为了救我才伤了 我都明白了 你现在还不明白 战草叙除根 可如今这草 早已盘根 昨天是除不清的 殿下你可明白 好了 好了 哥在今日跟本王争治 你已是朝臣 早晚有一日你会明白 本王所说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 能一直保持你现在的初心 也许本王可以为你 感到高兴 真正正的高兴 父皇不会轻易动长海 那长远是风江大吏 手握兵权 凡是跟长家有关 父皇都会再三争重 主子 未知未学生来访 未知拜见楚王 你往常避我如避虎 今天什么风 把您给吹来了 未知有事 相求殿下 以您的性格 就算死到临头 你也不会求本王的 您说说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会让你放下身段 来求本王啊 我旧父丘尚齐 遇开祠堂 将我娘及奉号赶出丘府 我娘是断然受不了 这等屈辱的 那本王 可以怎么帮你 对了 本王为什么要帮你啊 殿下可还记得 当初吩咐未知的事情吗 今日本王来 是要你报恩的 本王要你再去一次东宫 换一个同牧人 本王派你去清明书院 是好好看看那儿发生了什么 你去也得去 你不去也得去 知恩图报 是你教我的 本王说过这些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好 要本王帮你不难 我还可以祝你 获得此身荣华富贵 功名利禄呢 我不要荣华富贵 我只要我娘跟奉号平安无事 本王有个好法子 为我所用 算我看错人了 告辞 就这么打把他走了 去 去 把本王所掌握的废太子 那些党羽的把柄 一一翻出来 本王要一一拱我 我就知道 主子又要安装帮风之位了 可属下就不明白了 主子为什么非要帮他呀 谁告诉你我要帮他了 是 您没帮 您才坑他 这房契一事 微臣还未谢过殿下 好啊 本王还以为你忘了 你在人前 可一点谢意都没有 看来 又从你嘴里得到感谢二字 真是比登天还难 殿下误会了 殿下的大恩大德 微臣默持难忘 怎会不幸存感恩 只不过碍于人前不便道谢 还望殿下见谅 虽然对于本王来讲 这是举手之劳 但是务必请魏卿放在心上 不要每时每刻 都与本王作对才好 滚 少宁 微臣见过公主 我 深宫境地 千金之体 以罪态施然不好 回宫休息吧 微臣 本公今天只问你一句话 你故意躲着本公 究竟是为了何事 亲人给本公讲清楚 也好让我断了念想 微臣怎敢躲避公主 只不过这内庭万巢不得善通 再加之男女避嫌 微臣不得不疏远公主 那好 既然今日巧遇 我就问个清楚 那日 在承明殿外 他为何要射你一箭 你又为何要阻拦我 离开承明殿 说您 为何事怎敢打你 本王来打你 凝川 犯下大逆之罪 本王与他不死不休 那世界 谁敢阻拦本王 都与凝川同罪 现在凝川一死 人死是清 你就不要再纠缠了 是 本宫的太子哥哥 永远也活不过来了 但只怕这公主 真心真意 能叛他活过来的人 也就只有本宫一人而已 未知 你不要躲这本宫了 本宫心中的苦楚 快向谁倾诉啊 难道要说给那些 你这太子哥哥死的人 听吗 走 陪本宫喝酒去 公主殿下 当朝公主 白日醉酒 纠缠朝天民官 成何体统 你也应该知道 廉耻儿子了 廉耻 这深宫中 最含有的便是 廉耻儿子 没有廉耻的人活着 有廉耻的人 却丧了命 来人送公主回宫 是 本宫没罪 你与那费燕妃 都是同等伙子 当年她就曾通敌脉国 私放秦郎 否则你又怀揣狼子野心 报复太子哥哥 公主殿下 少年 本王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 如若你再敢谈本王底线 即便去了父皇的承明殿 本王也定会送你去 与废太子做班 好 本宫等着你 您若是没胆量来 本宫便自行找你去 公主 公主 这郎中风凉 莫要伤我风底 看着干什么 还不快扶公主回宫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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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方 屋里有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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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这么龙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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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药 火药 快走 快 好 快 救救主子 有刺客 快救王爷 是 是 有刺客 快救王爷 6号 皇上 6号 皇上 3号 皇上 好 8号 皇上 1号 皇上 2号 皇上 1号 皇上 3号 皇上 秋風景 誰在嘆息 眉目裡 愛恨交集 容顏一膩 淡化了風景 剩一場 錦繡傳奇 最前夕 前途萬世 最親密 如臨大敵 世事如今 我好你 勸你對意 牽一髮 東萬馬間去 苦心情意 天際甜蜜 不知永恆 只為正朝夕